新科立委二月黑號報道 傳出民進黨將在二十三號 舉辦新科立委共事營 地點就選在立院紅樓的簡報室 而這回總統當選的賴清德 也將親自主持 新科立委就要報道 民進黨超前部署 不只提前替新同學上課 連同二十九號的黨團會議 都由賴清德親自到國會作陣 傳授老將經驗 很多人其實是第一次跨入政壇 包括我自己也是 所以大概會有一些些 比方說立法院的黨團是怎麼運作 或是程序是怎麼樣 準總統進國會成為史上首例 不只賴清德身旁維安 提升到總統等級 立法院裡裡外外 也將強化戒備措施 但將來國會高規格維安部署 可能成為常態 因為賴清德五二零就職以後 不排除會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成為我國憲政史上第一人 在選戰期間 賴清德就表態支持國情報告 但國民黨也摩拳擦掌出考題 要賴清德上臺 極問極答 國情報告如何進行 立法院的政黨推派 政黨推派立委比例的方式 有機會跟總統一對一的 對於國家現在面臨的各項挑戰 跟問題更清楚了解賴總統的思考 模式跟未來的做法 若藍白希望用一問一答的方式 本席認為不太適合 畢竟總統不是來立法院 備選的角色 還是需要跟行政官員做出區隔 國情報告如何進行 藍綠意見不一 但畢竟憲法徵修條文明定 立法院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不懼強制性 其實2012年民進黨立委曾提出 要時任總統馬英九到立法院 急問急答 當時遭到國民黨極力反對 時空背景不同 兩邊立場也對調 三一訊網前有淘 推報導